大洛杉矶地区华新基金会所主办的青少年台湾风情夏令营 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五个年头了 许多华裔的青少年就借由这样的反台寻根文化的机会呢 不但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让青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华新基金会召开2011第五届华新青少年台湾风情夏令营记者会 号召充满活力与热血的青年学子 用21天的行程回到台湾探险寻根 为青春岁月留下难忘美好的回忆 我们也因应青少年们身心的需求 安排了一系列健康休闲的活动 譬如像体验智慧型自行车 攀岩溯溪打漆弹赛车水上活动等等 同时呢我们更将远真充满了欢乐浪漫的海角乐园 那就是最迷人的澎湖 希望呢这次的文化之旅可以让更多生长在海外的青少年子弟们 了解台湾体验中华文化 华侨文教中心副主任邱昌生 看着行程满满的夏令营规划表 感受到华新基金会对青少年的用心 更感谢大家如此重视帮助青少年回台寻根的使命感 在今天这个旅游业这么受到经济的冲击这么大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华新基金会还是一本初衷啊 您继续要办理我们华新青少年的夏令营 想要用我们乔委会啊把青少年带回台湾的一个号召啊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念 在南加州社区长期宣扬中华文化 筹备各项学术活动的华新基金会 长期配合中华民国乔委会的方向 今年与中心大学合作 号召13岁到22岁的华裔青少年 在4月30号前报名 回台体验结合传统与创意的旅程 另外也开设年龄10岁左右的青子团 邀请大家一起攀岩赏花喝雷茶 共同见证开发台湾之美 台湾宏观电视张晨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